手把的滋味好难受 我38岁还年轻 婆婆不许我改嫁 我今年38岁 老公三年前去世了 留下我和一个四岁大的儿子 我老公是独子 他去世后 公婆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他们眼里 孙子是唯一的希望 他们指望他能快快长大 珍惜这个家 公婆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有我们那儿的话说 黄土都快盖到脖子上 可是公婆还拼命地种地 希望多赚年前 给他孙子创造好的条件 明面上说是公婆要种地 其实他们年纪大了 脏活累活都是我在干 守了三年寡 我一个女人实在不容易 那种滋味真的好难受 我好想改嫁 可是婆婆不让 王东是村里的光棍 比我大三岁 因为家里穷 一直娶不上媳妇 老公去世后 他没少帮我吗 那天傍晚 村里的人都在田里 割完稻子都回家了 只有我还在田里干活 那会儿王东忙完自己的活 跑过来帮我干活 我说不用 他还抢着帮我做了 默了 他一把抱住我说 妖妹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应该有数 我不嫌弃你 你也不嫌弃我 对吗 要不你跟我在一起过吧 当时我脸都红了 也把江坛推开 撒腿就往家里跑 一路上 我的心跳得特别厉害 回到家后 姑母看我脸色不对 问我 咋了 我们手舍的 没事 路上遇到一条蛇 吓着了 说完 婆婆叫我吃饭 那天晚上 我一夜没睡好 脾心而乱 王东确实对我不错 虽然大家条件不好 可是有力气 也诚实 我相信 只要她肯努力 要翻身并不难 想了许久 终于 我忍不住向婆婆 提出一个要求 改嫁 婆婆听说这事 一年不高兴 眼泪都气出来了 她说 你今天没良心的 你改嫁了 我和你公公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正在婆婆的角度上 这确实在理 可是 这些我都想好了 我们都在一个村 以后公婆有个什么事 我照样可以照顾到她们 况且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孩子好 毕竟孩子还小 我一个女人家 真的负担不起 婆婆拒绝以后 还拿着棍子 跑到王东家 把她打了一顿 说她一个光棍 调戏寡妇 村里人都赶着看热了 都在背后嘲笑完了 我觉得婆婆这么做 有些过分 即使她不同意我改嫁 也不该跑去打王东啊 打就打了 还让全村人笑话 她这么做 不是明白的让我难堪 想破坏我 想败坏我们一生 不想让我再嫁吗 这事过后 王东私下找过我 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出去打工 我说 我想出去 可是我的孩子怎么办 她说 孩子可以丢给我公婆带 我觉得不妥 毕竟他们年纪大了 我不放心 也许婆婆知道留不住我 婆婆说 你在外面找男人 我不反对 但改嫁 我是坚决不同意 你身是我们家的人 此是我们家的鬼 不管你怎么想 改嫁是肯定不行的 听完婆婆一番话 我便打消了改嫁的念头 上个月 王东不知从哪弄来五万块钱 他让我把这笔钱给公婆 然后要求他们把他嫁给我 这么大一笔钱 不是一笔小数目 问问他 钱从哪来的 他说是这些年 他自己存下的 和王东一样 我原本以为公婆看到这么多钱 会改变主意 可是他们没有为此动心 现在我在村里的名声都坏了 我也怀上了王东的孩子 不知道该怎么跟公婆说 我希望他们成全我 可是老人家思想骨板就是不同意 我该怎么办 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吗 我后来才知道 王东的钱是借来的 别说我不收福的 我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 手把的滋味不好受 有个男人愿意替我分担 有错吗